現在不只要支援收營 前年更把觸角升到外送生鮮市場 全台有超過600家的門市 98%的地區都可以使用 水果 青菜 再到泡麵 雞蛋 專人送到府 後疫情時代亮飯龍頭 受到上億懶人商機 入主外送服務 增加很多人啊 今年有缺工的狀況 有啊 不關係 都省一千人以上啊 就算缺工林敏雄 對自家外送平台 依舊信心滿滿 疫情後大型電商面臨 景氣撒滑壓力 全聯卻逆勢上揚 去年業績就飆漲5倍 電商不夠二里二三的目標 應該成長的三五十%沒問題 福利雄請支援收營 拿下大潤發 全聯除了原先一千一百家門市 也另外取得二十二個據點 統一則是合併 加勒福成功獲得三百四十間 門市經營權 同樣一早跨境外送平台 超過萬種商品 號稱快速下單減貨 靠著主題專區提升兩倍營業額 它就是號稱以一小時之內 一定會讓消費者 所點的商品送到福上 兩百%的一個成長的空間 目前的話大概有 五千個品項 都可以在線上可以點選 那其中我們還有十五家店 是二十四小時營業的 量販爭霸戰戰場延燒 全聯紮樂福雙雙插旗外送平台 多角經營 衝刺業績 環女新聞 郭盛 陳品貞 台北採訪報導 每週六晚間八點看見新東協用一小時 帶你掌握東協商情 震驚發展 注意看